第一次提 五位同学以最小刻度为一公分的相同值 只测量一支铅笔的长度 测量结果记录如副表 下列叙述何者最合理 我们看到我们的选项B跟选项C都是在求平均值 老师说过在求平均值的时候 我们要把显然错误有问题不合理的数字删掉 那我们老师说过什么叫做显然错误不合理 就是准确值都跟人家不一样 那我们看到我们前面的数据 别人的准确值都是值五 而是好梅的准确值却是十九 所以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因为准确值应该大家都一样 所以我们要把好梅的数字删掉 因此我们的选项B把所有五个人的数字加起来除以五 那么这样的做法是错的 我们要把十九点六删掉 所以呢选项C的做法 其他人加起来除以四是对的 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用的指尺的最小刻度是公分 那我们要加一位估计值在公分的下一位 就在零点一公分的位置 所以我们会写出来像类似十五点五十五点三这种 有一个小数点的数字 而我们这边的选项C写了十五点三七五是错的 我们应该要四则五入取到十五点四 所以我们的计算的结果 我们的测量值应该写成十五点四公分 因此选项珠也是错的 他说能重复测得的数据显见为最正确 所以呢我们要把长度记录为十五点三 并不是因为十五点三的数字出现最多次 我们就应该要写十五点三 而是应该要求平均值 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们平均出来的结果 十五点三七五 那么要经过数字的处理 四则五入取十五点四 所以我们应该记录为十五点四 因此只剩下选项A呢 是正确的 所以第四题问我们说 下列叙述何者最合理 我们答案选的是A 测量值含有估计值 必存在误差 多次测量求取平均值 可减少持种误差 而能提高结果的准确性